委員好 好 秘書長 兩位 今天很多委員關心我們互證的資安的問題 然後被害 然後你們也挨了很多罵 那我想我從全盤的制度面 比較高度跟比較系統性的 要來提醒國土辦 那秘書長你也叮嚀一下 就是國土辦有個很重要的任務 我們看一下 它要嚴明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防護政策 還有法令的相關體系 那甚至於就是說 要做到這些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的演習訓練事項 其實都是國土辦的任務 那北習其實在部會的質詢裡面 我也經常在關心 關鍵基礎建設的安全防護問題 那談民房的部分我也談到很多 那我也在國防委員會的部分 也都質詢過相關的議題 我可以說是非常關心這個課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國家的關鍵基礎設施它涵蓋的範圍 好我們有主領域 次領域還有功能設施跟系統 這樣的一個三個層次的架構 那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國家一旦發生事情的時候 這些系統只要任何一個系統 它發生問題 整個民生是都受影響的 所以關鍵基礎設施 它的安全維護是非常重要的 那它相關的項目跟主管機關的各部會 還有現有相關的法令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系統 但是這麼庞雜這麼困難的一個工作 秘書長 這是很困難的工作 那我今天關心的是它最上有的法令體系 它的法制 它的法令體系 有關於關鍵基礎設施 它整個安全防護的法令體系在哪裡 你要知道 如果不是法令體系完整的話 我們一個政策要去落實到 它真正的有作用是很難的 好我們就光講一個說 好我要不要有法則 然後這個法則 我們不用去說它整個的過程 整個的安全維護應該要有的系統跟措施 是什麼我們不談 我們談說如果光是一個法則 我能不能有法則 你就需要法律保留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所有關鍵基礎設施 這麼多的體系裡面 只有資安這個部分有法律 其他都不是法律 其他都是綱領要點綱要 都是法規命令 法律保留 用法律體系真正的去處理 資安就只有資安 它是法律的系統 那你看看我們整個實體 資通跟人員永續跟穩定的防護 這個過程有多少事情 多少範圍要去涵蓋 然後你要做到有預警應變跟復原重建 所有的階段我們到底都要怎麼做 每一個主體系的每一個項目之下 的這些工作到底要怎麼做 本行認為行政院要趕快去推動一個完整的法令架構出來 一個法律體系要出來 現在散落在各個部分 我們就舉一個例子好了 因為有資安管理法 所以在資安管理法裡面 他有規定各部門對於資安管理的計畫 你如果不做的話甚至有罰則 他要求主管機關要去做這個計畫 他甚至於有罰則 那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這些安全防護工作 這些安全防護工作 他的重要的核心設施的工作的業務人員 有沒有適任性查核這件事 我要做適任性查核很重要啊 對不對 我們的陶機電纜還可以被剪掉 還可以被偷 我們的大潭電廠都還可以 安全防護可以出問題 然後這些包商的工作人員 或者是業務人員 他有沒有適任性查核的法令系統 那我們來看就是資安體系有 但是非資安體系 那個發言人有要補充 我們請他上來好不好 謝謝 好不好 所以我沒有要 這個如何就個案去質疑什麼 但是我希望 那個國土辦還有院方 對於整個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 防護 相關的法令體系 我們讓他去完備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的提出 這確實重要 關鍵基礎設施的相關法制 在國外有些國家是用專法來做處理的 像歐洲等 其實是值得這樣去試看 這個大家要仔細的研究一下 相關的規範 跟現在我們各法之間的關係 但至少有一部分是應該先強化 而這過去三個月來 我已經召集多次會議在做強化的工作 比如說 現在這些關鍵基礎設施的自動安全 如果被侵入的話 按照先的法律規定 只是一般的妨礙電腦使用罪 那各位會想見就是說 一個個人或私人公司 他如果被侵入被害 他的罪責 跟侵入關鍵基礎設施的這些資安 是一樣的行責 我同意 所以這不太強化 我同意 我同意資安其實是 所有關鍵基礎設施 共同需要安全回復的項目 每一個關鍵基礎 不管是電力 不管是水利 或者是交通 各個領域各個領域 他的資安確實都是統一 那現在我是把這幾個法 做一個總和盤點 也把資安的部分加強一些責任 我想我們弄一個關鍵基礎設施 整個安全維護的專法 這個是我比較支持的方向 好不好 這個要評評 好 這個是第一個要點